Linda藏宝箱 嘉义酒厂 台湾烟酒的观光酒厂共有13间 之前介绍过桃园酒厂 这次来介绍嘉义酒厂 嘉义酒厂创建于日治时期 民国五年 中间经过二次大战 遭到轰炸受损 后来历经修复扩建 于民国86年 迁建于嘉义县民雄工业区 民国39年 嘉义酒厂成功研制高粱酒 是台湾第一瓶高粱酒 研制成功后 即封存在桃制酒瓮内 迄今已有70年酒龄 全国仅此一谈 是嘉义酒厂的正场之宝 嘉义酒厂主要生产高粱酒 绍兴酒 再制酒等各种酒款 走进酒厂可以看到许多栋建筑 散装仓库 制酒工厂 除酒大楼等 开放参观的部分有两大区 约为整个厂区的五分之一 玉山高粱酒文化园区可以自由参观 高粱酒工厂区则要预约才能参观 从入口往玉山高粱酒文化园区走 可以看到许多酒瓶与石猴子 因为疫情 这些猴子也戴上了口罩 走进文化园区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造型的酒 朴实 可爱 文雅 奢华等造型 可以满足不同喜好的品酒家 馆内以报废酒坛和黑色幼木改装 走在里面 有种走进古代酒馆里的感觉 一楼设有贩卖部 瓶酒台 和简报室 二楼有嘉义酒厂历史陈列室 酒史陈列室 橙酒容器 酒类文物 历年产品 酒机械展示区等 是嘉义著名的观光景点 嘉义酒厂提供客制化纪念酒服务 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 制作出具有个人风格标签的酒品 自用、送礼都适合 看着各式各样的酒品 有没有激起想品酒的兴趣了呢? 找个时间坐下来品酒赏乐 也是蛮有雅致的呢 嘉义酒厂位于嘉义县 明雄乡福乐村 中山路4号 可以开车或是搭乘嘉义客运 公车到嘉义酒厂站下车即可 其他相关资讯请参考下方网站 林达藏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房间